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无话不谈 我的大历寿伟认 我是阿勇 今天我们要直接卖你东西啦 是 当一集 前几集我们有介绍到复古运动鞋 没错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买梗的 因为那时候东西还没到 对 到货啦同学们 来自于德国 J.Hard Berlin J.Hard Berlin 然后 我们等一下开箱好了好不好 好 来 我们这次进的款式呢 我们认为最经典的款式 最复古的款式 一款叫LIGA 就这一款 来 你放开 L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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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咯 金光 哇 我们后置一下 这个很多光啊 发光 来来来 给各位看一下 先看一下 来给你看一下 拿到鞋子第一步要做什么 对 要稳 一定要稳 其实打开盒子就有味道飄出来的 对 什么味道 脚臭味 蛮过人的 我也二手了 蛮细心的 你看他配个这个壮色的鞋带 我拿个皮啊 换你换你 这皮肯很高级的 当然第一眼大家看到就是他的设计外形 复古没话说了 坦白这样 因为其实这个鞋子 在19401950的时候 就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了 然后他稍微就改良一下来 让他比较更适合现在穿着 比如说他在 他在哪里 哦 鞋垫上面 他在哪里 鞋垫上面就是改的 因为以前的话也没有发泡材质的话 一定是比较硬的 或是 没有像现在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鞋垫是用那种 软垫的 一路脚就有那个 科学的QQ感 QQ感 对QQ感 QQ感あります QQ感 然后穿过来鞋底 已经不是那种 传统运动鞋钉鞋底了 这是休闲鞋 日常生活穿着 已经先帮你做好那个橡胶底了 你这个就不会滑了 是是 然后前半部是布雷克 日常生活穿着 复古老胃没问题了 那其实 这款叫LIGA LIGA其实他在 他的所有款式里面最明显就是 他这个鞋头的这个彩片 跟你讲像是 莫娜汝道的前面 莫娜汝道不排除低高 没有就是 鞋头的地方都有个彩片的设计 撞色啦 我们讲撞色 鞋头鞋屁股撞色 Nike那个阿甘鞋 那个Cortex 是不是有这个设计 有嘛对不对 雷斯那样的设计 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 会有个既视感 就觉得说 哇他长得好像有点阿甘鞋的那种样子 然后就是 其实当初在挑这款式 我觉得最难的是配色 其实大家去他官方看 他的颜色 这边一样维持咖啡色 或是咖啡色 一到哪里 哇随便 就总排列组合 你已经看到 这颜色一点 就是一点知觉都没有 你就说 那这个好看吗 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已经麻痹了 后来那时候下单真的是 花了最多时间最挑颜色的 然后到后面 挑到这一笔颜色 好啦就这样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都一样的东西 我已经看不出来了 然后你看他 其实也不是那种完全是 真的很低筒的款式 其实他的弧度是有点往上跑的 因为一般低筒器你可以想像是 他现在做Coucheon这个位置 应该是要把这地方挖掉 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上面都不要有了 才是一般的低筒款式 但这也做满 是 这一点大臣是我们讲过 以前复古运动鞋 其实是稍微高筒的款式 然后这种稍微变低筒 其实是高筒器硬去改低的 所以他还是维持一些 高筒运动鞋 应该要有的一些 线条设计还是留下来的 对啊就蛮特别的 那这个人是Liga 那其实呢 我们Liga 这是总共进了三个颜色 这是1 这是我们叫黑白咖 黑白咖 黑白咖好不好 超秒创意的 来来来来 然后第二款来上 直接上 这个是 这个是 卡卡白 卡卡白 好OK 卡卡白 卡卡白 这个皮真的质感很好 不知道闻起来有没有不一样 像人家说每一只猫咪 闻起来都不一样 有些是豆浆味的 有些是灰尘味的 味道蛮像的 但其实不一样 真的吗 同样不会再闻一次 我觉得闻起来不一样 好吧 但这都是好闻啦 都是新鞋味 都是新鞋 哇 就是要有新鞋味 你买鞋子才会有那个素质 是是是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颜色 这个玩意样是Liga 卡卡白 卡卡白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有点大胆一点 这个是 白蓝卡 卡白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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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卡白蓝啦 白蓝卡白蓝 好卡白蓝 卡白蓝 你卡白蓝啦 可以 对卡白蓝 这个是新色 这个之前好像 以前的目录没有啦 对对对 然后这款后来才出来的 相当大胆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说大胆还好 但是其实上脚之后 发现意外的 适合啦 其实蛮基本款的 因为我们还是维持很大量的基本色 例如说白色 卡色 蓝色是只是要让这个基本色更活泼一点 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穿牛仔裤嘛 其实穿牛仔裤 你上这个就没问题 也是没问题的 其实很多颜色的裤子配这个 其实上面有什么颜色 你拿那个颜色去配 你最近不是会卖白蓝吗 白去配就可以 也OK 没错 其实这个看起来看似很大胆 其实蛮基本的 他们来讲 然后我们这是Liga 款式进了这三颜色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精挑细选过 一选再选的 我相信各位 我们这样子 大家来来挑的时候 应该也会很难 选出你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颜色 我们已经尽量从官网的 可以就是原厂 可以给我们挑的款式里面 尽量把一些比较 更狂野的颜色 比如它还有粉红色有黄色的 对对对 因为款式也 对对 毕竟 对砍掉了 还是要先让大家 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不想 不希望它一出场的时候 太过炫炮 也是希望说还是可以多一点 比较复古的感觉 基本款一点 还会进这些颜色 真的是 想到那段时间真的好痛苦 好 第二个鞋款 这是Liga 大家记得哦 Liga L-I-G-A Liga 好 我先放地上好了 好 不用你拿着 来 下一款 出来咯 好亮啊 Adidas 不是 adidas 盗版的4条线 erte 盗版的4条线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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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abibus 你是abibus abibus 黑白色 那你看這個款式跟LIGA差在哪裡 我先抓一個這個好了 你卡黑白出來 差在哪裡 你剛才講到LIGA最特別就是這個鞋頭 這個裁片嘛 這款是沒有的 反而取代之是他的鞋舌長比較前面一點 對對對他的裁片是往這邊長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領口的這個 柯旋的位置 這個包覆比較多這個比較少一點 然後還有後面這個裁片 這個LIGA後面是有這個拉把 但是這個拉把應該沒有作用 感覺是我們預測是他應該是在哪裡綁鞋帶 鞋帶可能可以在那邊繞過來 在那邊綁之類的 不知道 就是如果有興趣可以回去試試看看 那這個就比較基本款 什麼都沒有 就是多一個這個 這個後跟這個 撞色的一個小皮 對對對 蠻復古的 感覺應該放個LOGO 放個Adidas之類的 阿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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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那會訂這款呢 其實你知道 最近這幾年 這一年來 Adidas 這個款式非常 Samba 爆雕啦 對 大紅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不是平替喔 這個比Samba貴多了 對 我們今一款跟他 稍微比較接近的款式 這是秤他的意思嗎 對就是要秤 沒有我覺得這顏色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全部 大家除了看到這個 橡膠棍 對這個是卡其色的喔 這全部都是皮全真皮 聞就知道了 聞得出來嗎 聞得出來 哇香啊 而且全皮製的球鞋 很吸引人 你這個放在那裡 他不會壞掉 是 而且就算壞掉 還是可以修律的 對這個結構是真的是很棒 對對對 然後 這一款的話 因為基這款主要是因為 其實像這類的球鞋 讓我想到那個 那個1000 我其實還蠻喜歡 現在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會喜歡那個東西 就是CAMPER的痘痘鞋 哇 像那種年代感 對對對 那我以前CAMPER的痘痘鞋 很受歡迎嘛 那個也是皮製球鞋的一個代表 但他最大的確定是什麼 他底是TPU的 會噴氣 會脆掉 對對對 因為他底部不一樣有車線 那個 但是那個材質本身穿久就是會水解 對這個不一樣 他是皮 有沒有看到這個底 側面有兩層 皮底 橡膠 皮底 橡膠 是 就是 材質上沒話講 設計有夠老味 就是這個完全是屌打 吸牌 對 吸牌的痘痘鞋 對啊 屌打 OK 然後這兩款來講 旋頭稍微有點不一樣 這個Finalist 會比較稍微秀氣比較堅硬一點 這樣子 這個比較圓頭一點 看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對對對 其實當初是想要就是只進Liga而已 但是 因為這款實在 從照片看起來就蠻吸引我的 所以我們就試著叫看看 對對對 所以單純叫一個顏色而已 說到實寫我發現這款 我緊緊要起 出乎意料 我很後悔沒有訂這款 OK 你說你個人的尺寸 對對對 我個人 只 卡白來 而且來的時候完全不知道 我是DJ 這個怎麼會有47碼 講到47碼 它因為是歐洲品牌 它尺碼是全歐碼 那購買的話 就是 你可以 如果你知道你的歐碼的話 你大概可以翻譯一下你的球鞋 例如說 你的球鞋 它上面都會有所有尺寸 例如說 美碼 UK CM公分數 JP 你直接看你的歐碼去買 其實就沒問題了 蠻準的 因為再來就是這種 我們講這個比較像是 Less to toe的這種設計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這個鞋子的兩側應該要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腳夠寬 這個地方放寬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因為我穿過 我自己 我是有先穿過 這個品牌的鞋子 然後 因為它真的是用皮 包括內裡都是皮 剛開始穿的時候 會稍微真的是 偏硬一點點 比較遜鞋 對 你不要就是真的把它當作是真的 那種現在運動鞋 很軟 其實沒有 它還是運動鞋的樣子 但是你還是要把它想像是皮鞋 對 因為像剛剛講的它是真皮啊 它腳床也是真皮的 如果你回去 因為它鞋墊其實 我剛剛講到 它是有那個科學的鞋墊 它稍微黏住 但是你稍微 用力撕一點才可以撕開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材質是皮的 所以 所以 腳床是真皮 然後這個 中底也是皮底 然後再加上膠 其實它 剛開始穿的時候 你要真的把自己 想像是在穿皮鞋 對 它只是長的是 球鞋運動鞋那種樣式 但是你只要想像它是一般皮鞋 你就可以接受 一開始那個BREAK IN的狀態 對對對 然後就是 所以是相當有質感 其實我認為所有需要BREAK IN的鞋 BREAK IN的鞋子 都是有質感的鞋 你可以想像它穿久之後 不會那麼容易軟爛 對 它用的皮 我認為 也不是很薄 對 它不是用很薄 然後它選擇皮鞋的挺度都是夠的 所以你在各位收到的時候 會發現說 哇這個型 很棒 很堅持的感覺 然後你去摸它的港寶 前後港寶 哇 硬 最喜歡那種硬硬的東西了 對 越硬越好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講售價嗎 可以 那我們這兩款呢 雖然說款式不一樣 但我們價格是一模一樣 因為官網的定價也都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有合體 249到259歐元 我們台灣我們店裡的售價是 定價是10800 沒錯 新台幣10800 其實價格你自己在官網買 然後加運費關稅回來 其實應該還是比較貴的 我們售價應該是 因為我們店裡還是會有 針對VIP的一些優惠 對 然後再來是你可以來店裡試穿 感受一下 是是是 這個就是一個寶藏 預計是10月底 會罷售 對 那就請大家關注一下囉 JR Berlin 這是LIGA 這是FINAL LIST 對 掰掰 對 對 對